我要你很好 可是到底要怎么样去经营一个社会企业呢 您自己亲身的例子 我汉曼书院开放 到现在大概两年多 两年多大概是秉持了这样一个社会企业的理念在推动 当然现在感觉起来是不容易 因为你又要一些社会公益的理想 但是另外你又要做一些企业经营 要一些使用者用付费要收入 那这中间其实不容易 要取得平衡 对要取得平衡 那你说要做一个企业化的经营 其实有很多技巧 像我个人是我刚刚讲公职退休 那我也在教育界 其实我在东海大学我也教书教二十几年 那一直我们都不是生意人 我们也没有做过成本效益的这些 你说每天你到底要花多少钱 你如果卖一杯咖啡 对不对 那你咖啡豆要买多少钱 一杯要买多少钱 你要在哪里买 这管道通路 你要晓得 如果你要卖青史 你要卖茶叶 对不对 你要卖糕点 你所有这东西你都需要 全部都去算过 我那时候就说 一杯咖啡要多少钱 你如果五十块 以我们这种绝对负担不及 五十块太便宜了吧 对 你要你想你的成本 那你要一些利润 所以这个你要算 后来当然有人跟我说了 你所有这些食材 你只能卖你成本的三分之一 如果超过三分之一 你就会亏本就对了 就亏本 连你自己的成本都 都cover不掉 你要收入根本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有很多中奖的妹妹咖啡 怎么做一个经营 另外你要行销推广 你不能默默做 现在没有行销推广 没有人知道这里 相当于食物一条 所以我要怎么去 对不对 公家机关其实现在都很重视 整个行销推广 所以不行销不推广 这是一个死胡同一条 那怎么行销推广 也是一个你要想办法 让你要知道 你的卖点在哪里 这东西要有你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去登广告 卖广告 我看我没那个能力 这都非常贵 所以这东西都需要一些 一些创意 一些想法 所以做社会企业 真的是不简单 真的是不简单 不好在了 其实现在比过去好一点 因为现在网路非常多 对 网路很发展 资讯你需要什么样的资讯 都可以都找得到 对 资讯找得到 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 Facebook 以前的网站 对不对 网站 设一个网站 其实就 网路无国界 网路无国界 对 无远福界 对不对 那现在又有Facebook 对不对 Facebook像 或是一些的社群网站 你都可以 去刊登 对 刊登 去投资讯 那都不需要花很多钱 而且欢迎打卡 就是大家如果来这边 觉得很不错 然后打卡 大家看了 然后就会有人问 所以大概这两年来 我们所有的 行销推广都靠我们的 我们现在只有Facebook 连网站 我都觉得我们设立 还要花一些钱 设立一个网站 其实要花一些钱 对对 因为你要找专门的人 来设计那个网站 网页设计 其实 那你用一个 一个经营管理的人 来负责 所以我们现在 主要用Facebook 在 用社群网站 那很多大概好朋友 以大家的口耳相传 对对 按照就来到 按赞了 然后又分享出去 大概都按照这种模式 就是靠人的效益 去让他扩散出去 包括说你半读书会 也是其实大家口耳相传 也都慢慢的知道 这个地方这样子 对对 对那 那其实您一开始 在成立汉曼书院 您刚刚讲 您还有包括什么 成本分析 又巴拉巴拉巴 那您有去 比如说有去上课 或者说 还是说请教专家 还是说怎么样 一定是收集了 做了很多功课 才会去成立 这个我倒没有 这个你倒没有 因为我自己 我刚刚讲 我是学行政管理 学习行政管理 本身就有这样 学历上有 实务经验上 这些实务经验没有 学历上 我大概都知道了 我以前在当 当馆长的时候 其实这些行销 东西 我常常教他们 你要看一看 不是公务人员 不是拿了钱乱花 你自己也是有 在掌握预算 钱要花在刀口上 什么叫刀口上 这个意义就是 你要成本效益的观念 只是那个效益 比较难衡量 公务界的效益 真的比较 公益哪里去 去 那个效益在哪里 不能用钱来算 所以就说您本身 还是有一点点 这是经营的 算是概念好了 对 那您成立这样子 这个书院 应该刚开始 还是很辛苦吧 有没有碰到哪一些困难 比方说就是家人的支持 家人的态度 家人支持 倒还不错 倒还不错 除了女儿说 她们不愿不愿不愿 不愿参与而已 那就让老婆一起做 对对 我老婆 我老婆原来还没有退休 现在也退休 也退休 跟你一起投入你的事业 大家一起打拼 对 那在资金上呢 你有投入自己的资金 或者去贷款什么的吗 当然啊 我高一个书院 需要花钱的 也是要花钱 所以成本是蛮贵的 成本还是有 对啊 大概 有人跟我 常常会认为说 你好像当一个馆长退休 很多钱的样子 其实跟他们讲 我们一钱 就想说你有钱 才有办法来弄一个书院 对不对 当初弄那个书院 那个帮我要盖的书院的建商 他们以为我很有钱 但是我跟他讲 其实我没钱 我跟他讲就是 以最简单方式 能够让我放书 那很典雅 也不要太繁复的一个 什么装饰都不需要 所以你如果到我们书院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 当然有人像说 他像金色 其实他也是金色 以前的书院 有一阵子也叫金色 但他金色是没有宗教意味 就是很朴素 读书的地方 聪明激进 光线很充足 空气流通 就是符合这几个要件就好了 然后是一个 我们叫做日式唐峰的建筑 他很古典 不是一个现代化的 因为有点传统的味道 但传统又跟现代建筑 把它结合 我们基地是有 大概强烈四分 一千一百多平 所以也蛮大铃的 对啊 但我是以最 最省的方式 来去完成 你的梦想 所以我贷款 也还是要贷款 所以也有贷款压力 不过我就是说 我的退休金可以付贷款 还没问题 你也是有评估一下 还可以才敢去做 不是说我随便一股脑 我就是想去做想做的事情 我也不管成本什么什么的 所以还是有仔细的想过 对 那如果想请问 如果说一般人 就是他退休之后 不管是创业 还是投入社会企业的经营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都是有风险的 那有的人他也许 没有所谓的 很丰厚的退休金 可是他其实 他有一些雄心壮志 他又想要投入 社会企业的经营 他要怎么样去评估 投入社会企业的成本 跟风险呢 基本上 他的风险比较低 比一般企业的 对比一般 你真的做生意 因为我刚刚讲 退休人员的话 起码你有月退缝 每个月 几乎你也在领薪税 有收入 不至于说 断吹 断吹 所以风险是比一般小 还是小一点 只是说你要经营到 有成果 会发展 有发展性的话 就不简单 其实现在很多退休人员 他们也都有在做 很多退休之后 有人也是 更多是说 盖个休闲农场 自己在那边度假 那个就没有做企业经营 但是有部分也是有 像我知道在国庆 有一个很早他们就 也是经营他 盖了一个像西班牙式的 那个地中海风景的 餐厅 建筑物 他也是卖咖啡 他们是经营咖啡 可是那种就比较算是 真的就是经营了吧 对 营业的那种 他们是两夫妻也是退休 退休后再去创业 把环境整理得非常好 他们生意也非常不错 但是我知道 其实生意不错 跟他们付出的心血来讲 还是不成比例 因为你付出的多 你才有办法 其实才有办法做起来 坦白讲 对 因为你企业的经营 你没有一定的资本 没有一定规模 你很难 又说要 很难做得好 但是要永续 维持 基本上是可以 而且他有一些公益的性质 他们还没有公益性质 我的书院是有公益的性质 他们可能完全做事业 那我是还有社会经验 还是有一点社会 社会经验 所以我希望说 书院是还办一些演讲 活动 读书会 读书会 那像最近我很幸违 有一个常常来读书的 一个大专生 像我记得 不是一个很好的实力学校 那因为他想读台湾史的 兴趣 这相关的书籍 就到我那边 我那边 我说台湾史的书非常多 你外面看不到 我那边都有 你可以尽量看 只有他那边读了大概 一两个月吧 还是两三个月 只有他考上了政治大学的 台湾史研究所 所以有一个实力学校 考上那个学校 他很高兴 那就是受到您的书院的鼓舞了 特别回来 跟我们感谢 我跟他合照 我也泼在我们的脸书上面 我们学校也是鱼有荣烟 对 其实我觉得也是 对书院的一个鼓励 我们书院如果在古代 我们会非常欢迎以前叫 附近赶考的 来这边住个几个月 就客栈这样子吗 住个几个月 然后每天有这个环境 让你读书 对不对 当保证重状元 这个大概 环境应当会效率好一点 所以您很满意 现在这样的退休生活吗 你退休后再成立书院 基本上觉得蛮欣慰 蛮欣慰 因为你成立这个东西 本来我们就是读书人 自己都喜欢书 对因为也跟你的专长结合 对每天我们与书为伍就是很高兴 又能够把自己的地方提供出来 对 做一个我叫做 叫人文历史的一个 一个叫做沉思的空间 那一定可以 可以思索很多 很多书可以激发你的思想 那么跟这些 其实那个氛围 我觉得也不错 而且来的 其实书院一看到书院 我说一半人大概就不会来了 因为现在人都不喜欢读书 对呀 大家都满是图片式的思考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怎么会赚大钱 你叫书院 大概一半人看到书院就怕到了 不可能过来 但是你会想 一过来的就是喜欢书 就是爱书的人 大家说都自同道合 所以跟很多自同道合的人 在一起 交很多朋友 对你反而退休 就要经营书院交到更多 更多自同道合的朋友 对呀 这样子我觉得 对 就蛮很开心 退休生活真的是多采多知 真的是这样 对 赚钱当然其次 但是也不能亏本 生意好 觉得收入多一点 我都要办其他活动 因为活动基本上 我们都是以无常为原则 顶多就收一点材料费 材料费 所以我常常说 其实社会企业 以中国最早成立是谁 我讲讲 跟书院的创办人有关 就孔子 孔子 他早就几千年 就有这样的概念 孔子有两句话 他一个叫做有教无略 他是一个社会责任 有教无略 以前教育都是贵族的事情 但是他跟平民开放 所以有教无略 只要你要来 我就教你 不分你的阶级 不分贫富 什么都教 但是他另外一句话 你要记得 他说自备素修者 不会烟 你要准备素修 所以他不是没钱的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 不是免费教你 对不对 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奉献 不然孔子他怎么吃饭呢 因为他也要求温饱 对啊 素修当然 素修以前叫肉干 不过素修就是一个 对老师的尊敬 你要给他一个能够生活 让他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工资 孔子会不会说 素修不教你 其实太不会了 也不至于这样 只是基本上 属于叫做一个 有的话当然比较好 叫做使用者负费 你知道我为什么 书院要有社会企业 因为我在公部门那么久 就有一些一般人 享受一些资源 他都免费 其实不对 公共的资源如果都免费 大家就会浪费 不珍惜 我曾经有一个经济学长 叫做牧场的一个悲剧 一个牧场 大家都是公开牧场 大家都是在那边 随便来 整理不去弄 羊啊牛啊都去吃草 没人管理 后来牧场就废掉了 所以人要使用者付费 你要有支出 不能够说不收费 收费之后你就爱惜 你才会有成功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大概走了一条 不太好走的路 但觉得应该要走 很多政务部门在做的事 该收费还是要收费 不收费不行 对我觉得今天真的跟谢老师 这样子聊 我就觉得说 因为老师是退休之后 然后才投入这样子的事业 而且是一个很正面的态度 然后去面对你的退休生活 对所以我觉得说 就是中高龄者呢 如果说能够保持一颗很乐观的心 然后以正面的态度 来面对你的退休生活 我觉得退休生活 真的还是可以很精彩 对 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汉曼书院的谢嘉良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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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很好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老财师宝 好还可以更好 每个人都实用的乐林百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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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